好 我们继续回到圣经 请大家今天翻到《使徒行传》第六章1到7节 今天我们有指示的选举和案例 所以说我们特别考察这段经文 到底指示的旋律在圣经中有什么相应的上帝的歧视 说花瓶条领 草瓶枯干 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 我们说信靠 说要实行 要靠着主的恩典不断见证的 就是上帝不变的恩言 在《使徒行传》第六章1节到第7节说 那是美图争多有所希腊化的犹太人 向希伯来人发冤言 因为在天天的攻击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圣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 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范是原事不合一的 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友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 我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大众都喜悦这话 就拣选了斯蒂帆 但是大有信心 圣灵充满的人 又拣选菲利 波罗 哥罗 尼加罗 提门 巴米娜 并进犹在教的安提二人尼格拉 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 使徒祷告了 就按手在他们头上 神的道兴旺起来 在耶路撒冷树木加征的圣多 也有许多祭祀信从要见到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 当教会发展 教会增长的时候 教会也出现了问题 面对新的挑战 但是看着主的恩典 他们能够面对问题 能够胜过挑战 而且最终神的道更加兴旺 中间一个专折性的一个关键 就是他们按着神的心意 选举设立了执事 所以我们今天一同来考察 执事的旋律 好 我们祷告 求主祝福我们 天父上帝 我们 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 就像当初你拯救以色列人 不仅是让他们得自由 而是要到你的圣山上 领受你的圣约 领受你的律法 要按照你的旨意来服事你 我们蒙兆都是做圣徒的 蒙兆都是做你的仆人 这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你所赐给我们的特权 主求你打开你的话语 打开我们的心 说我们能够真正领受 我们如何在基督里 行事为人 与蒙兆的恩相承 如何能够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他本是与上帝同等的 却取了奴仆的形象 让我们也甘心乐意的 不仅是有执事之分的 也包括我们每个基督徒 都能够甘心乐意的 做主的仆人 也能够因着做主的仆人 也能够做人的仆人 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灵 阿们 各位兄姊妹 当我们讲到指示的时候 有的人就说 指示是教会中最小的官 牧师是教会中最大的官 但是我们知道 教会中其实没有官 没有官僚 没有官员 这家在提摩太前书 第三章十五节讲到 这家是永生上帝的什么 教会 真理的注释和什么 上帝 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 他是万主之主 他是万王之王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兄长 上帝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是胡卫弟兄什么 姊妹 但是确确实实教会中 也有各样的什么 圣工 我们也确确实实需要 各就什么 各位 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讲到 到底是指示的职份 指示的选拟 是怎么样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简单的讲到这几点 我们看到问题的背景 指示到底有什么资格 到底有什么知识 到底选举案例是怎么回事 但是关键 最后我们要回到 各就 各位 彼此什么 相爱 这是最最重要的 好 然后我们看到 这个 这段经文的背景 那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 当时的教会 还是集中在 耶路撒冷 所以说耶路撒冷教会中 既有当地的西伯来人 或者说是说西伯来化的 或者说没有 没有向外移民的 这个说希腊化的犹太人 就是指从陕迹各地来的 或者受到希腊文化影响 比较什么 强的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看到 当时教会中 就有不同的群体 只有说希腊化的犹太人 也有说什么 西伯来人 所以我们看到 是存在一定问题 但是无论如何 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 是因为在第四章 第三十三节讲到 我使徒大有能力 见证耶稣基督 是死里复活的 众人也都大盲神的什么恩典 然后我们看到 在第六章第一节 也讲到 那时候门徒开始什么 争夺 真正愿意跟随主的人 在不断争夺 但是弟兄姊妹 就像一个人 一个家庭 包括我们自己 甚至包括我们的教会 当我们真正在主的恩典和真理上 发展的时候 成长的时候 甚至突破的时候 有没有问题啊 越是发展的时候 越有什么问题 就像我们的孩子 孩子是有问题 孩子什么时候 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说的不好听 就是死了 就没问题 说真正成长 是有什么问题 成长要面对 成长的痛苦 成长要面对 新的什么问题 要不断地突破 我们的瓶颈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个人 家庭 教会面对问题的时候 就像耶路撒冷的教会 哪怕使徒们都在那里带领 哪怕是大有圣灵充满的 但是他们仍然有人抱怨 而且他们发的抱怨 也是有一定的什么道理 有的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 有一定的抱怨 有一定的问题的穷术 我们可以来到人的面前 也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要在主力 用真理和爱心来什么 面对 这是我们成熟的功课 这是我们转为为安的什么关键 关键不是问题本身 关键是我们如何 在主力面对这些什么问题 关键不是我们遭遇到的危机 关键是我们要把这些危机 当作挑战 当作上帝是磨炼我们 试炼我们 让我们成长 让我们成熟的机会 把危机变成 在基督里变成什么 真正的转机的 所以我们看到 有所西里尼华的游战人 向西班牙人发冤言 而且又彻彻实实 他们的冤言有一定的根据 就说已经忽略了 他们的什么爱寡妇 就是有一部分 当受到照顾的人 却没有受到当受的什么 爱照顾 然后我们看到 不光是照顾的问题 十个使徒叫门徒来对他们说 我们偏下上帝的道 去管理饭食 原始是什么 不合一的 使徒们可能是 这个也要传道 也要祷告 事无巨细 各样的工作可能都要管 还管不好 还管不来 所以这地方就说 我们偏下上帝的道 去管理饭食 饭食也管理不好 也不能够专心什么 传道 虽然这就是教会的问题 教会既有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但是更是事与事的什么问题 最终就涉及了一个分工的问题 分工的问题 非常重要 然后我们看到第一点 当我们讲到知识的资格的时候 我们就简单讲到三个方面 这个方面 这样说 要选择你们在中间 有好民生的 被圣灵充满的 有智慧什么 充足的 好民生 在英文清静本中说 honest report 这是指 这是道德上的威望 在提摩台前书里面讲到 做监督的 或者做长老的 做执事的 在教外也要有什么 好民生 所以这就是一个道德的什么 资格 然后我们看到 当然这个方面 我们可以讲得很细 但是无论如何 圣经讲说 做执事的也是如此 必须为人端庄 不要一口两食 不要贪酒喝酒 不贪不义不好喝酒 不贪不义之财 要存清洁的良心 固守真道的什么奥秘 而且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 若没有苛责之术 然后可以做执事 女执事 但是括号里讲 原文做什么 女人的 这从原文的角度来看 是执执事的太太 也是如实 比起端庄 不说禅言 又节制 凡事忠心 底下就特别讲 执事只要做一个夫人的丈夫 好好管理儿女 和自己的什么家 执事不光是要由弟兄担任 担任执事的弟兄的太太 也应当和丈夫一起作为一个团队 一同来参与家庭的事份 和教会的事份 和弟兄姊妹 作为执事 或者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要见证主 首先的一个资格 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在我们的美德和什么 善行上 第二个方面 在我们讲到属灵的资格 属灵的资格 这地方讲 圣灵充满 Full of the Holy Spirit 在我们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 当然今天教会中 很多人讲圣灵充满 说方言了 赶鬼了 一顶祷告了 那些并不是最最重要的 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在一佛所书五章十八节 说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什么 放大 那要被圣灵什么 充满 真正圣灵充满的 是被神的话语充满 被圣洁的渴慕充满 是按照圣灵的引导 分别什么 为圣 因为圣灵 就是使我们成为圣洁的灵 圣灵 就是真理的圣灵 圣灵就是通过我们热爱真理 明白真理 遵行真理 就像耶稣所说的真理必使你们成为什么 圣洁 亲爱的弟兄姊妹 真正的圣灵充满的人 是渴慕真理 是明白真理 是愿意遵行真理 是愿意为真理做什么 见证的 这才是合乎圣经的 圣灵的充满 第三个方面 我们讲到做执事 不光要有道德的刺激 要有属灵的追求 也要有一些实用的机能 其实不光是做执事的 每个基督徒 每个弟兄姊妹 我们都应当求神赐给我们两大智慧 一个是 一个是属灵的智慧 是关键是指我们能够认识上帝 认识你所赐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什么 用选 另外一方面 我们行事为人 具体的说话了 具体的做事了 这些方面也需要智慧 这叫practical wisdom 所以这当讲到智慧充足的时候 是只有实用的什么 技能 因为这涉及到技术的问题 据说希腊化的犹太人的问题 这些寡妇的问题 以及管理隐私的问题 到底怎么解决呢 当然需要具体的 有经验 有智慧的人 来在主的爱中 对这些事情加以参与和什么 可以管理 好弟兄姊妹 刚讲到这种智慧的时候 在初埃之纪三十一章一到五节 讲到 就是当时造会幕的时候 还有很多的精雕细则的工作 然后我们看到在犹大支派中 有呼尔的孙子 乌里的儿子 比萨利 我已经贴他的名召他 我又以我的灵充满了他 使他有智慧 有聪明 能够做各样的巧功 各位弟兄姊妹 能功巧架 这种实践性的智慧 这种实践性的才能 也是来自上帝的什么 赐予 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 也赐给我们具体的 做各样巧功的智慧 这也是个人家庭 社会 也包括教会 也是什么 需要的 当我们看到 讲到执事的知识 这儿讲到照顾 观察孤独 这儿讲到管理饮食 但是基本上方面来说 执事的知识 也包括堂学的管理 聚会的地方管理 饮食的管理 财务奉献的管理 技术设备的管理 也包括照顾 观察孤独 那些慈善的 Tarity 慈善的管理 和这些方面 基本上都是执事的知识 好了 我们看到第三个方面 当我们讲到 执事的选举的时候 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 第六章 第三章就讲到 说当从你们中间 这就是说候选人 应当是会员 说当教会选举指示的时候 不是说从教会外部 聘请来信 看看谁能力 做这个事情 不是的 要一家人的事 要用一家人什么 来做 这是常识 然后我们看到 第二个方面 我们看到说 大众都喜悦这话 就拣选 或者猝死 选举了斯蒂凡 还有其他几个人 所以我们看到 是由会众进行 民主什么 选举的 当然这个选举的方式 包括提名 也包括具体我们选举的时候 有的时候通过投票的方式 有的时候通过举手的方式 这些方面是不同的选举形式 但是确确实实是选举的 这个方面请大家更多的考察 好 然后我们看到第四点 第四点讲到执事的案例 这样我们看到说 有的人说 那还需要执事就是做事好了 为什么还需要这个名分呢 为什么还需要这个程序呢 有的时候我们把信仰生活 变得太疏离了 不要任何形式 不要任何阻止 我们只要有内容就好了 但是你要知道 内容和形式是不能什么 脱离的 当上帝 但是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有的时候圣经上 对人来说 强调形式更多的重于内容 为什么我这样讲的 因为我们中国人 我们用于神秘化 情绪化 属灵化 哦 内容最重要 内容最重要 但是你看 上帝造人的时候 首先造的不是灵魂 上帝没有单独造你的精神 没有单独造你的灵魂 没有单独创造爱情 没有单独创造友情 上帝先用图造了谁啊 亚当的什么 身体 然后又向他吹了一口什么 气 他就成了有灵的什么 活人 所以弟兄 怎么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身体 其实也是灵魂的形式 也是灵魂的灾体 当我们这个身体 当我们这个灾体 当我们这个汽车 渐渐率强的时候 我们这个车要成了二手车了 那你要转手了 那司机不能转手 那司机可以移到另外一个新的车里 所以人的灵魂仍然是不灭的 人的灵魂 人家会来到上司的面前 而且人的灵魂 最终在耶稣基督 见到上帝 见到耶稣基督 神派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仍然 我信身体什么 复活 我们仍然得到灵魂存在的一个新的形式 一个新的什么 灾体 内容灵魂当然是重要的 但是在圣经上 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 首先为他创造了一个什么 身体 而且救赎的高峰 也不是说 只要我们灵魂得救了 只要我们精神不朽了 那就是得救了 不是 救赎的高峰也表现在 我信身体什么 复活 各位弟兄姊妹 在教会中侍奉 或者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按照 我们自己中国人那种传统的 当然也不能够按照 美国人那种传统的 文化的概念 或者我们自己的理解 来理解教会中的什么 圣经 当然形式 内容是重要的 但是形式也是什么 重要 就像真言讲的一样 说金苹果要放在什么 银网子里 或者我们中国人讲 文 知 禀禀 文是指外在的文才 形式 知是指内在的本质 内在的内容 这些方面都应当 合在一起 所以当我们讲到 教会的管理的时候 圣经也说 在哥林多前书说 凡事都要 规规矩矩 按照什么 赤水洗 神正有的时候 圣经上重视 程序到什么程度 凡事凭两个三个人的口 句句都要什么 定准 如果有一个杀人犯 明明大家知道 各个方面来判断下 肯定是他杀的人 但是却找不到 证明他犯罪的证据 尤其是找不到 证明他杀人的证人 这个时候就很难 哪怕你从心里 从各个方面能够判断 他是杀人犯 但是应当 把他处食 还是应当把他释放 你要是注重内容的角度 一定要把他什么 判刑一定要把他处分 但是从圣经来讲 如果你 如果你根据 你的正当程序 你找不到 直接的证据 找不到直接的证人 甚至你取的证据 确确实实是 证明有这个事 但是你取这个证据的时候 你取证的方式是非法的 比如说 你怎么知道 他杀人的刀在那里呢 因为我把他打了个半死 所以他刑讯逼更 他就不得不说 那把刀在那呢 那这把刀 能不能采用作证据呢 不能 为什么 因为你取得证据的形式 是什么 非法的 这个证据 不能够什么 采用的 这个证据是有污点 在这些方面 我们看到 在很多方面 内容是重要的 但是证据 刺取 也是什么 重要 关键是在神的眼中 都是重要的 在弟兄姊妹 我们就看到 教会有问题 教会有发展 教会有需要 他们这七个人 确确实实也是有好名声的 也是被圣灵充满的 也是有各样智慧充足的 但是底下又讲 我们看到 在第六节说 教他们站在使徒面前 使徒祷告了 就按手在他们什么 头上 而这种程序就是 要是他们在会众中 被选举 要是他们在会众中 被暗力 而且是不是说 自己暗力自己 也不是会众 对他们进行暗力 而是党是已经 具有了职分的人 特别是党是的使徒们 对他们进行 祷告和什么 按手 所以说我们看到 执事的案例 确确实实 哪怕你有这个恩赐 你有这个预备 哪怕有众人的认可 但是还是有实大的 是吧 程序 好 弟兄姊妹 第二我们就看到 最后 在应用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 当这样按照这些 道德的资格 属灵的资格 使用了机能 而按照程序 来选举 来安逸 这些执事的时候 我们看到 神的道兴旺起来 在耶路撒冷 门徒树木 加上的身夺 而且包括党事 在社会上 很有预想的祭祀 也信从了 主耶稣的什么 真道 弟兄姊妹 看着主的恩典 当我们有新的 知识出现的时候 我们要尊重 执事的工作 我们要做执事的 也要忠心于自己的 什么 示范 所以最后 我们就看两件经文 我们就结束这个分享 在提摆的前书 第三章诗参结束 那善于做执事的 自己就得到 美好的地度 说弟兄姊妹 当我们参与 教父的圣工的时候 甚至当你信主的时候 大卫说 我信主 是 欲 欲谁有益 我信主 事与我 有益 这是主给我的恩典 这是主给我的特权 这是主给我的桥梁 让我能够成为 他人的祝福 让我能够在 服侍他人的过程中 自己也得蒙上帝的 什么 祝福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看到 一方所述第四章十五节 十五节到十六节讲道 唯用爱心所诚实话 烦气长进 联与我们共同的元首 耶稣基督 我们全身 不管你是哪个肢体 不管是你的哪个部位 不管你是发挥哪样的功能 但是我们都要靠着耶稣 联络得合适 白结 隔爱 隔止 隔救什么 七位 按照个体的功用 要互相帮助 要互相祝福 这样我们整个的教会 才能够作为一个身体 渐渐地增长 在爱中建立什么 自己 好 我们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 本来我们都是罪的奴仆 本来我们都是邪情 私欲的奴仆 本来我们都是光中药族的奴仆 本来我们是酒的奴仆 钱的奴仆 本来我们是世人 各种风俗的奴仆 但是你却在基督里光照我们 是我们做圣洁的祭祀 俊正的国度 是要招我们 传扬见证 你的光明 你的美德 是让我们能够荣耀你 也能够在基督里得荣耀 也能够在基督里彼此相爱 谢谢主 奉耶稣的圣明 阿们